哈嘍大家好 我是部長索尼 非常重要的電玩改編電影 《命境探險》的電影預告始出了 我們就馬上來看看這裡面有什麼樣的訊息 跟我的一些想法吧 那在影片開始之前 記得訂閱頻道囉 一開始看到德瑞克與克羅伊弗雷茲 用非常印第安娜瓊斯古墓奇兵的方式 潛入一個神秘的古墓 在沙之中發現了一張藏寶圖 這段德瑞克已經與克羅伊一同出動了 估計是電影的第一個大事件 發現這個藏寶圖後 回去一同研究出藏寶圖的秘密 並且開啟這個電影的主要任務 估計會是與麥哲倫的旅程有關 下一個畫面來到了紐約 德瑞克在一個酒吧當調酒師 在這邊遇到了遊戲中另外一個重要的角色 由馬克華伯格飾演的蘇利文 這與遊戲中有蠻大的差異 遊戲中我們是在《滅盡探險3》的回憶畫面 看到德瑞克與蘇利文是在哥倫比亞 剛好不約兒童要偷同一枚戒指而認識的 電影似乎只是參考遊戲的角色 發生的事件跟順序似乎是砍掉重練了 之後來到了蘇利文的家 德瑞克發現了一張地圖 說這是麥哲倫環遊世界的航線圖 去說有一個寶藏 始終都沒有被發現 這個寶藏 蘇利文說價值50億美金 蘇利文接著說 我猜你過來是因為你的哥哥 德瑞克也很意外蘇利文會知道自己的哥哥 這邊與遊戲的時間線也有所差異 如果這個電影是敘述年輕的德瑞克 這個時間點照理說 德瑞克是完全沒有山姆的消息的 這邊看到德瑞克有拿起一枚戒指 這在遊戲中對德瑞克來說很重要的一枚戒指 他們寫著從小開始的偉大的拉丁文 之後有看到德瑞克都有把這戒指掛在脖子上 接下來看到德瑞克 跟在四代中的畫面很像 就是駕駛的快艇 來到了一個山洞之中 看到了應該是在致敬四代 從最後與拉夫決戰的海盜船 這邊不一定是邁澤倫的船 但是前面我們有看到一個畫面 就從木桶之中倒出許多精靈財寶 或許就是在這艘船上發現的 也或許是德瑞克先發現的這兩艘 以為是邁澤倫的船 但是其實上面有著更多關於最終目的地的提示 之後我們看到在《秘境探險2》之中登場的克羅伊 說是蘇利文的朋友 應該是曾經與蘇利文共事過 我估計這部電影主要就是 從德瑞克開始與蘇利文的團隊一同開啟冒險的故事 這類的尋寶電影總是會有一個就是非常有錢 然後擁有很多資源 想要拿到寶藏的財團反派 應該就是演員安東尼奧班德拉斯所飾演的角色 跟德瑞克說他的家族已經跨越了幾個世代 不斷的嘗試要尋找這個麥澤倫的寶藏 在他們相遇的場地 德瑞克與蘇利文一同正裝出席這場的藝術盛會 這邊應該是有展出隱藏著麥澤倫寶藏的關鍵藝術品 這邊是在《致敬遊戲》中的經典場面 德瑞克與蘇利文也是正裝潛入一場盛會 在一系列的動作場面之後 我們看到德瑞克應該是收到了來自哥哥山姆的明信片 德瑞克在右邊發現哥哥留下的線索 目前肉眼是看不太出來上面寫的啥啦 The什麼R然後Y開頭 然後後面很像是Coming 最後的飛機場景這個很明顯就是在重現《秘境探險3》 《秘境探險》是索尼PS3很重要的一款遊戲 當初這個系列就是標榜玩遊戲 可以有跟看電影一樣的體驗 許多遊戲中的過場畫面 與其說是跳出去播放遊戲動畫 這次是加入實際遊玩的體驗 讓玩家可以玩電影運鏡的畫面 升值玩家的人心 這款遊戲也同時建立了日後許多遊戲製作的標杆 像是戰神、地平線 現在幾乎所有的AAA遊戲 都已經在用電影的敘事方式 來創造遊戲體驗 可見這款遊戲的影響之大 目前這個預告看下來 我自己是覺得跟遊戲比較下來 這個時間點改變了不少 很多觀眾也是在敲碗要找這個 Nathan Fillion來演出德瑞克這個角色 然後說蘇利文、Sullivan、Sully 為什麼會沒有鬍子呢? 普遍認為就是選角出了很大的問題 你們怎麼想呢? 你們覺得湯姆霍蘭德可以撐起德瑞克這個角色嗎? 那目前的預告你們看完如何? 任何的想法都歡迎在底下留言區留下你的看法喔! 喜歡這個影片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 最近有推出新的一波的電影番丸Logo T-Shirt 那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就可以去資訊欄去搜尋連結喔! 那我們就是下一部的影片再見囉! 我是部長 不久喔!